不是政治 不是財經 不是體育 歡迎收看就是娛樂 我是吳怡沛 我們今天就是娛樂在現場當中 有兩位大咖來到現場 不過我們待會兒再跟大家做介紹 我們首先來看一下今天的娛樂新聞 最近要踢到演藝圈 真的是喜事連連 有好多女藝人紛紛都傳懷孕了 那最近最常傳到 大家都傳說Ella懷孕了 但之前很多人都說 是不是空穴來風 是不是又是假消息 沒想到前兩天Ella她自己證實 她真的懷孕了 然後日前SHE三個人合體的時候 Ella還送給Hebe還有Selina 一份大禮物 就是驗孕棒上面的兩條線 一個送給Hebe 然後一個送給Selina 聽說Selina在接到那個 驗孕棒的時候還洗節氣 她說好像是有一種爸爸的感覺 SHE23號出席知名健身房代言活動 日前大方公布 懷孕三個月喜訓的Ella 人就賣力大跳健康操 扭腰擺臀全都來 對 是的我懷孕了 謝謝大家 有一點感動 然後我懷孕三個月了 對 這個是怎麼說的 就是因為希望一切都很穩定以後 才跟大家分享 對 然後直到那一刻真的是 非常的開心 也非常的驚喜 對 藏不住好消息的Ella 懷孕剛滿三個月 立刻跟身邊好姐妹分享 還把驗孕棒送給Selina 跟Hebe當禮物 你們照片都看到那兩張 就是我們兩個月 對 所以她整個就是 就是放在一個禮物裡面 所以我們看到的時候真的是 就像你比講我都驚呆了 然後我的眼淚就是瞬間的爆衝出來 我不覺得她把我們當成那個 生父在禮物 因為一般不是網路上 就是她會把那種驗孕棒給生父 就是爸爸 父小孩都是先生 對 先生 然後讓先生驚喜說 什麼我當爸爸了 可是她是比我們藝人一吃在禮物裡 對 然後我們就驚呆了 什麼我們當阿姨 充滿正面陽光傾向的SHE 熱愛運動 美肚皮也忍不住爆料 Ella的身體 很適合懷孕 像Ella就是代言了很多年 她持續保持病重 所以她的身體是 主要很適合懷孕的狀態 真的 Ella之前就是工作 雖然很累 還是一樣輕易的有沒有 踏過去 踏過去 就了就了就了 老公子說了一聲結果 就是娛樂台北採訪報導 每次看到SHE合體 都覺得她們的那個氣氛 真的是非常融洽 那既然兩個好姐妹都爆說 Ella其實體質滿適合懷孕 那就多多益善真產報國啊 因為現在政府真的很需要多子啦 因為現在大家都聲太少了 好 再來看看今天有一則新聞喔 其實看到標題的時候 我還滿shock 在第一時間我就點進去了 因為今天竟然有人說 GINO就招人家爆料說呢 他在拍戲的時候 自己多加了吻戲 然後多吻了王樂妍很多下 但是當然後來GINO有出來澄清啦 他說他跟王樂妍真的是好朋友啦 然後真的是因為這個劇情需要 他並不是故意要親他 而且重點是只有親臉頰 不是真的只有親嘴唇啦 但是你知道嗎 加吻戲這件事 今天楊成林竟然有出來說 他說他也曾經被加吻戲 而且兇手是羅志祥耶 最近宣傳跑不完的楊成林 昨天一路衝到了北京 舉行亞洲發片記者會 在這波主打的MV裡 找來了賀君祥 羅志祥 潘瑋博 這三位曾經一起合作 偶像劇的天王帥哥 演出三段心酸到不行的 失戀戲碼 看的粉絲們是一把鼻涕 一把眼淚 直呼榮浩哥哥 你快出現給成林幸福吧 我第一個問的人是賀君祥 因為他 大家也蠻久沒有看到他了 尤其是跟我的合作 那我覺得以我對他的瞭解 他這個人想事情會花比較多時間 所以先問他 對 我先問他 因為先搞定他了 我再邀請另外兩個 就是我相信他們一定會 立刻點頭的人 你說的另外兩個好像很 怎麼樣 因為我跟小豬和韋國 合作很多 然後也算是要互相的還人情 所以我自己覺得 應該在我的威脅之下 他們會打你 而且楊正麟還爆料 小豬羅志祥在拍MV的時候 一直主動要求親嘴巴啦 其實他一直沒有跟我說 為什麼他一定要我親嘴巴 因為導演的劇本上面是寫臉 MV上的時候他才跟我說 你知道為什麼要親嘴巴嗎 我說我不知道 然後他就發了一張 海派甜心的圖 然後一樣是他躺在沙發上面 然後我看著他 但是海派甜心裡面 我想親他但是沒有成功 他說他覺得要把這個劇情 沒有成功的東西 放在MV裡面去完成 雖然當年的沙發Kiss沒有成功 但是看這個接吻達真的總次數 陳琳你是被小豬給坑了吧 就是娛樂北京採訪報導 我們記者真的很認真耶 剛剛還在那邊 上面繡了四個圖 果然楊誠霖跟小豬羅志祥 真的是親過滿多次 不過要說因為他們是好朋友啦 所以如果嘴對嘴親的話 應該好像也還好 如果為了戲的話 但是你知道嗎 那個被爆說那個親嘴 後來親到有點不開心了 其實還有大陸的女星楊蜜 因為楊蜜她說她在17歲 第一次拍戲的時候 她那時候就遇到了馮少豐 然後她說馮少豐在這一場戲 全部演完之後 她竟然跟導演要求加吻戲 所以讓她對馮少豐完全沒好感 當然事隔多年之後 他們兩個有私底下 就喬了一下 有說了一下說 當時真的是因為劇情需要 所以真的是演員不能亂親 好 再來看看是 有同志題材的綜藝節目開了 而且我看到主持群當中 有曲家瑞老師就覺得 哇 這個網路節目應該滿進爆的 由曲家瑞祖雄威廉主持的 同志綜藝節目 話題性十足 尺度不受限 曲老師笑說 這是帶大家認識 Body構造的節目 就覺得什麼事情都可以嘗試一下 你了解你的身體嗎 對 人體的構造 對 人體的構造 對 人體的構造 什麼都有都在這個節目裡 為同志發聲不遺餘力的曲老師 大呼我們是最優秀的人種 對於出櫃這檔事 曲老師除了希望爸媽接受了解 也呼籲孩子給爸媽一點時間 一開始不了解同志議題的威廉 還說自己以為LGBT的L是Lady 為了主持還特地去上課了解一番 他更有感的說愛就是愛 不分性別 你都應該愛他 對 你不能因為他是什麼 而不愛他而否定他 那相對的也要跟孩子說 給父母一些時間不要急 不要說我今天是了 我已經壓抑了兩年 我一定要說出來 NO 你要為爸媽想一想 他也是第一次聽到這個訊息 他跟你一樣 他也同樣的重創 我們要讓大家知道說 我們是最歡樂最快樂 最優秀的品種人種OK LGBT 問我L是什麼意思 我回答是Lady嗎 沒有我就是一個白子 白子 然後來接受這個 我覺得是個教育 對我來說吸收 然後原來是 喔原來是代表不一樣的這個意思 愛就是愛 對他們本來就應該發聲的 對於即將到來的同志大遊行 三人表示一定要參加的啦 什麼 威廉祖雄要熟就穿短褲 這 這挺狂的嘛 蠻期待的 因為感覺好像 很好玩 我也是第一次 我也會是第一次 他們一定是裸上身 然後很短 這麼短的 這麼短的短褲吧 他們一定要裸 他老師穿多短 我們是穿多短 我很短 我很短 我沒有很短 哈哈 就是娛樂 台北採訪報導 雖然曲家瑞老師講話都是很勁爆 但這個新聞其實我有點失望 小失望 因為你知道祖雄跟威廉 兩個人身材都練得這麼好 竟然沒有露一下肌肉 真的太令人失望 但是女神安心亞真的是福利大放送 她最近發了新專輯 在新專輯的簽唱會當中 安心亞竟然穿了一身透視裝 有記者寫說 她的事業線長達18公分 真的是男女粉絲都大飽厭服 你說愛得久了 不想沉浪 再也不會那樣的相遇了 莫犯犯犯 安心亞23號舉辦專輯預購簽唱會 上升黑色透視裝 火辣身材讓人目不轉睛 一起拍片的好友小白張宣睿 也獻機祝福 讓一年沒吃到鹹酥雞的 安心亞直呼好開心啊 我已經一年沒有吃到鹹酥雞了 然後因為我一直給自己定的目標 就是再瘦兩公斤才可以吃 但一直都沒有達成 然後今天就很謝謝 就是張宣睿 有買鹹酥雞來給我吃 而且超好吃的 還滿開心的 為了詮釋新歌 安心亞有別以往的唱腔 她表示改變的是一種聲音的態度 改變唱腔是在舞曲的部分 因為我抒情歌其實唱法都是 跟上一張其實是差不多 只是這一次歌詞的感覺不太一樣 情境也不一樣 然後所以我所謂的那個 改變唱腔是在舞曲的部分 然後就是聲音有比之前更有態度 因為我抓到了一個 很適合唱舞曲的一個共鳴 和演員柯宇倫合作新歌MV 讓她回想起過去的戀情 安心亞說拍完MV 就很有失戀的感覺 很謝謝柯宇倫有幫我一起拍 然後跟我一起演戲 所以在那個狀況裡面 就是很能感受到那種 別再春了的感覺 所以我到現在在看MV的時候 還是有一點心酸酸的 因為每個戀愛中的女生 都會覺得會嫁給她 對 然後後來沒有到達那個步驟 就會覺得有點心酸 所以那段有想到 可是之後都是 柯宇倫給我眼神 然後讓我很沉浸在那個故事裡面 然後所以我那一天拍完MV之後 回到家我真的很 就是很有失戀的感覺 我還打給我的經紀人說 怎麼辦 我覺得我好像真的失戀了 這是娛樂台北採訪報導 左邊這邊 剛剛看到最後一個畫面 我真的是要噴鼻血 因為安心亞其實 她已經兩年沒有發專輯 所以這次發專輯 可以說是來勢洶洶 可以看到她造勢記者會上 就應該是說 殺光了所有媒體的底片 果然今天見報率非常的高 好 今天是台灣光復節 我相信還滿多觀眾朋友 你們都在休假 然後現在都在吃飯 所以因應今天是光復節 我們就要有來一點軍人的感覺 我們今天現場為您邀請到的是 兩位大咖重量級來賓 其中一位就是台灣永遠的 第一班長 妥宗華 妥哥來到現場 以及我們的一日國軍 終身國軍的維銘哥 大家好 主持人好 對不對 妥哥好 妳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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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維銘哥好 大家好 維銘哥你今天穿軍服來是 什麼意思 我怎麼知道 發通告叫我穿軍服來 我們這次Live節目不能罵髒話 所以你來才發現我是神經病 只有我一個人穿軍服 所以是我們製作人跟你們講 跟你講說要穿軍服 發通告告訴我說 叫穿軍服來 全副武裝 我們今天的確是要聊說 從1987年那時候開始拍的 這個報告班長系列 但你也不用去青龍租衣服吧 不是 沒有 這我自己平常愛玩的 軍服我就留下來了 就留下來就對了 維銘哥最近在忙些什麼 最近哪有忙什麼 就上通告拍戲 而且天然也不能去大陸拍戲 真的 七夕衝擊什麼的 爸爸妹 沒有妹 沒有妹是不是 你都有男朋友了 我們還把什麼妹 我們是Live節目 都沒有辦法剪掉 他沒有男朋友 我沒有男朋友 好 妥哥好 妳好 妥哥之前有跟女兒一起拍戲 然後現在在這個中天娛樂台 也有一檔戲 鬥嗓的純粹年代 您有在裡面飾演 最近在忙些什麼呢 妥哥 最近就是準備要 下個月的話要繼續再開始拍戲 還在拍啊 當然啦 拍不累啊 那沒辦法 你就是要拍 就是一日演員 終身演員的那種概念 也不是 就是現在已經變成是一個職業了 也是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 可以透露一下下一部要拍的戲 大概會是什麼角色 可以嗎 可能在 現在還沒有確認 因為可能是在北方拍這樣子 在北方 所以是在大陸北方拍就對了 那現在那個 因為你知道大陸北方 現在應該也滿冷的 但是他常年都是 整個地球到處跑拍戲 是啊 而且你知道我其實 今天妥哥來到現場 我其實有點小路亂撞 為什麼 因為我在很小很小的時候 就很愛看報告班長 報告班長是陪我們成長的 兒時回憶 是啊 而且當年演那個小畢的故事 我們都是粉絲 你太扯了吧 真的 真的 你跟妥哥的話 誰的年紀比較大一些 妥哥大我一點 但妥哥出道得早 他實際上開始演戲 我長得著急 我長得著急 因為我怕活不了那麼久 因為妥哥好像從我們很小的時候 看到他演班長到現在 只是稍微比較豐語一點點 其實臉都沒變 沒有…身材什麼都沒變 對 然後我們待會兒 還會帶大家回顧一下 我們之前有幫到大家 整理一些照片 維銘哥其實也滿帥 一直以來都沒什麼變 兩位真的是保養有方 我們休息一下 當然我們今天是台灣光復節 就要帶大家乘坐時光機 回到我們過去 報告班長我相信大家都看過 我們今天也整理了一系列 真的很精彩的照片 廣告之後來跟妥哥 還有維銘哥好好聊聊 今天在我們就緒於樂 Live直播的現場 我們請到天下第一班長 妥中華 妥哥來到現場 當然還有演過報告班長 我記得是3吧 系列的 是維銘哥也來到現場了 報告班長從1987年 拍到現在算一算也有30年的歷史了 這樣有30年嗎 有沒有 軍教片 快30年了 20多年 可是聽說妥哥那時候 拍報告班長這部片 演那個班長 不是你第一次演軍人 那不是第一次 第一次演軍人是什麼時候 他那是一個叫小畢從軍去的 那時候你還沒當兵對不對 還沒當兵 那怎麼去揣摩演 因為我知道你班長演了 小畢的故事你就演 最後就是軍人 對 那時候就演 那個是沒有那種所謂的 好像粗糙訓練那些東西 沒有粗糙訓練 可是你那時候還沒有從軍 然後你要演一個軍人 你要怎麼去揣摩那個角色 因為我們本身是軍眷子弟 所以從小的話 也是跟部隊的生活也是很接近 所以大概常常去 有時候小時候會到 附近的那個部隊裡面飯堂 去吃飯 然後怎麼樣的 就經常會接觸到這些東西 然後後來報告班長之後 你就演了一個班長 這樣一演下去又不得了了 一 二 三 四集 就這樣一連演了那麼多年的班長 你有算過你演了幾年班長嗎 其實我前面那段時間 演得稍微多一點 後來我就 我不想被定在班長那個角色的位置 我們好想你一直被定在班長的角色 謝謝… 就是一種很印象深刻的 所以看到你的臉就想到是班長 我也沒想到就是說 這個報告班長 對你們影響那麼大 票房超好的 而且我們小時候都 就是學那個鎖哥在罵人的樣子 有沒有 來教訓那些菜鳥的那種感覺 我們現場是不是有準備了一些照片 我們來看一看 鎖哥他們在當年 還有維銘哥當年的青色模樣 可以嗎 好… 維銘哥你那時候 報告班長3的時候 那時候我記得還有金城武 金城武 林志穎 鎖中華 然後那個誰 小七 任群 幾個巨星這樣 都是大咖 都是大咖 那時候台灣拍片環境真不錯 但是當時 當時最紅的是林志穎 排名第二是金城武 金城武那時候還沒有比林志穎紅 金城武那時候還沒有比林志穎紅 而且林志穎當時是台灣唯一在 韓國開過演唱會的台灣藝人 他那時候就在韓國開過演唱會 他在韓國很紅那個時候 所以那時候那個 不務時 妹格連續已經出來了 已經出來了 已經出來了 對… 然後當時任賢齊 還是一個默默無聞的小咖 小七哥那時候還默默無聞 所以我跟任賢齊還有那個胖胖 我們幾乎都是 妥中華 金城武 林志穎 三個人的保鏢 我們只要收工去吃飯 我們常常就是 那個金城武在後面 林志穎在後面 我們就在前面跟宣傳一下 不好意思 借過一下… 我跟任賢齊兩個就在前面 而且今天文明哥有帶來 以前的照片 我看到那個林志穎 我真的覺得他是不老男神 真是當之無愧 他的臉怎麼會完全沒變 我有時候根本覺得 他就是一個外星人 他就完全沒有變 有照片吧 是有Q在上面對不對 這個是妥哥當年的照片 好帥 臉好尖 現在還是帥 現在還是很帥 可以切到那個畫面嗎 坐在右邊的那個對不對 對 因為拍抑鬱的時候 拍抑鬱的時候 抑鬱其實也滿精彩 我們待會兒會跟妥哥聊聊 當時有爆破戲 一個跑錯線的話命可能都沒了 這個照片是什麼時候 這個是在 也是在那個時間裡面 這個是在廣州 在福建拍的 在福建的時候 我都忘了 你小鮮肉的時候帥成這樣 謝謝 你也是跟他從年輕的時候 一直奮戰到現在 沒有 但是我們當時 跟他們演戲的時候 我們是新人 他們是已經很紅的演員 對 所以其實有點崇拜的心態 跟前輩學習的那種感覺 真的嗎 雖然大家年紀差不多 你這樣 反正你這樣好年輕 不是 我們演藝師 你沒有你身 演藝師 你沒有你身 然後我們看一下 維銘哥帶來的照片 我好想要看林志穎那一張 讓大家看看 林志穎因為近年來 在大陸也滿多作品的 還有一些實境秀節目 我那時候看到他實境秀節目 先看現在的照片 根本哪有什麼差別 來…看一下林志穎 可以看得到嗎 來…Cue一下 這個 劇照… 這個 右邊那個是林志穎 左邊 維銘哥你剛剛在幫他幹嘛 我剛剛在點噎 那是一個劇情 我在偷抽菸 我們兩個躲起來 然後我們在混 我在偷抽菸 然後他在旁邊休息 是… 而且維銘哥你現在有跟 譬如說林志穎或是金城武 他們聯絡嗎 有 一直都是好朋友 金城武每次回來台灣 他會打個電話 你在不在 我回來台灣了 然後有時候我們在大陸工作 他看到微信知道說 你在哪裡工作 他會跟你打個電話 你在哪裡 我在什麼地方 他回來台灣會跟你約嗎 約真的沒有時間 而且他現在回來台灣時間很少 不然他下次回來台灣你約他 約他 然後你要來嗎 對 金城武是我的偶像 林志穎也可以 林志穎也很帥 然後林志穎 拍完片到現在這麼多年了 我幾乎成為他的這個 半個經紀人的聯絡辦公室的負責人 真的嗎 因為他們很紅 你很難找到他們 可是很多廠商要找林志穎 這個 那個的 就會輾轉找到我來 然後我去告訴林志穎 有一個廠商什麼… 怎麼樣 你有沒有興趣 你有興趣你就經紀人跟他聯絡 我常常在幫他砍刀 如果說他沒有興趣 你會把工作接下來嗎 我怎麼可能 人家會找到林志穎 就是如果沒興趣他 也會找差不多的人 怎麼可能找我 你可以去插科打會 賺賺零頭也很好 是 我們只有賺零頭 上上通告就可以了 這些巨星的路我們走不了 你知道以前拍那個報告班長的時候 逸琳也拍這麼多集 駝哥在拍戲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發生 你覺得印象是很深刻有趣的事情 超嗎 報告班長拍的時候 很超 不過那天我們在拍的時候 跟他一塊的時候 就發生一件趣事 他那時候開一台吉普車 每天在那邊上山下海的這樣跑 後來發現到他的車子 整個卡在一個泥溝裡面 叫一台M113給他拖出來的 是 維銘哥 你年輕的時候 就那麼愛耍帥 一直沒變 他才愛耍帥 我們那時候拍戲的時候 就是漢馬車剛剛進來台灣 他有一天看了一個駕駛兵 漢馬車先開一下 好 開一下 結果把人家開上那個坦克正在斜坡 車翻了 他跟孫逢還有那個駕駛兵 四個人車翻了 翻了怎麼辦 漢馬車很輕 你知道 底板很高 他們四個就把他翻回來 看沒事趕快把他開回去 他以前才愛耍帥的他 然後有一天拍戲說 等一下那個有直升機來支援 他不是入出廠期 要坐直升機下來嗎 好帥 那個場景我好喜歡 結果駕駛員 好適合他 結果駕駛員一來 一關機下來後 學長 學長 是他以前那個玉校的學弟 真的啊 對 後來中午休息的時候 那個直升機 那飛行員說 學長 你們等一下要移到 那個什麼地方 你怎麼去 我大概坐巨主車吧 要不要坐我直升機 可以嗎… 他就跟胖胖兩個坐著直升機 就上去把他帶到那個地方 拍片現場去 你那時候在拍片的時候 有真的開過 譬如說戰車或是什麼嗎 戰車沒有 我們到吉普車有開一開 吉普車有開 不然你有碰到直升機的方向盤嗎 直升機座位的話 我們就是坐在後面 因為他們一直在運作 我們不可以隨便碰那個機器 碰那個機器要洩密 這樣不行 但駝哥你有沒有暗暗覺得 其實滿爽滿帥的 很開心 就是很難得的一個經驗 一個機會 對 就做那個很開心 報告班長拍完之後 然後聽說駝哥在中間的時候 也有發過唱片 我怎麼都忘了這一段 不是 因為你可能太小 唱片還滿紅的 你想要的不是我 到現在我才懂 謝謝 這首歌是他的歌你命 唱得這麼開心 兄弟的歌一定要記得 因為我們剛剛其實有問過駝哥 說駝哥可不可以就輕唱幾句 他說不好意思… 不然你就整首唱完好了 我還整唱的副歌 真的… 我們看一下 因為今天其實 我相信有一些資深的觀眾朋友 應該都有印象 那時候駝哥發專輯的時候 也是風靡一時很紅的 我們來看一下當時專輯的風靡 其實拍得滿前衛的我覺得 當時很前衛 對 來看一下 來喔 這張 我覺得你真的沒變 除了臉稍微風雲了一點點 根本你看 笑容 是不是 有沒有 那個眼神是殺人 謝謝 真的迷死人 你們以前在拍片的時候 因為你知道 會有很多那種你知道 福利社的戲 真的會有妹嗎 不要鬧了 你沒當過兵對不對 我是沒當過兵 中華民國的憲法規定 福利社裡面的女生 一定不能長得漂亮 而且一定要醜 而且規定一定要叫阿美 不知道為什麼 都叫阿美 是真的都叫阿美 都叫阿美 好奇怪 對 這麼巧 所以在拍片現場應該都是 清一色全部都男的 沒有什麼妹在現場 怎麼辦都是男生 不然我看你那個眼神 我如果在旁邊就是 一直坐在那邊 一直看你就好了 其他事都不用做 再來看看這個專輯封面 我們剛剛有一張 就這張嘛 對 我覺得這張其實拍得 我怎麼覺得有點像林志炫 有嗎 有一點 有沒有 一直瘦瘦的 有沒有 然後臉秀氣秀氣的 不是 妳可以從鎖哥年輕的時候 照片看到 現在當紅的這個小仙女的 所有中和 對 所以就是她是教主 其他都是分下來的 對 而且她的眼神就很迷人 有一種很... 就即使是現在已經是 可以說是中年嗎 不好意思 有點僭越這樣 中年 但是眼神還是很殺的 迷人 謝謝 對 而且你知道 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在播新聞就提到說 其實你知道鎖哥雖然說 是第一班長的形象 升職人心 可是大家可能不知道說 鎖哥拍了很多很多 很多類型的片 其中有一種類型是 他也跟女藝人 有拍過很多親密戲 對 當然會有 因為你當演員的話 像這一類型的戲的話 你難免會碰到 對 然後這個是部分 我想好好聊聊 我們現在有時間嗎 好 聽鎖哥說 他覺得最精采是跟劉若英 劉若英一起拍親密戲 而且劉若英幾乎是全裸上陣 是什麼樣的故事 廣告之後來聽鎖哥聊聊 天下第一班長鎖哥 今天在我們就緒日直播的現場 另外還有我們剛剛在 在網路上直播的時候 大家都稱他為故事鬼王的 這個維銘哥也在現場 他也是有拍過報告班長的 鎖哥跟我們聊一聊 除了這個班長 令大家印象深刻之外 你真的之前有拍過 滿多親密戲的 有 在工作上面都會 難免會碰到這一方面 而且你碰過劉若英 第一次拍少女小魚 然後就要滿大的犧牲是不是 對 那個時候我們在紐約拍 他本身又是第一次拍戲 所以他壓力很大 對 所以那天那個張艾佳導演 張姐她就說 這兩天要拍那個床戲了 你心裡要做一下準備 我知道他緊張 他非常緊張 對 女藝人拍床戲一定會緊張 對 其實我們更緊張 你有什麼好緊張 我當然要緊張 因為 男生也會緊張 男生拍床戲哪有什麼好緊張 男生沒有什麼露點問題 你上半身兩點 露到人家沒想看 所以你約會的時候 是第一次大家就清熱嗎 為什麼要拖很久 大家才找一個偷偷摸摸 沒有人的地方才清熱 男生也會害羞 要培養感情嗎 重點是 床戲這部分 其實培養感情是 是在日常工作的時候就開始了 所以不會一開始就拍床戲 一定是到了差不多中間的時間 或者是到尾聲的時候 才會去拍 但劉若英緊張的點 是因為張艾佳導演 有對他一些要求 對 當然其實他 他的英文對白 然後他的戲 然後再加上他 又是第一次演 所以他就非常緊張 然後要碰到要有這樣子的一個 這樣一場戲 所以他就非常非常大的壓力 我就跟他講 我說你不要緊張 在拍的時候我會Cover你 怎樣Cover 對 因為那天我們拍的時候 代戲 所謂代戲 對 因為他是在上面 我在躺在下面 所以那機器是要在這樣運動 對 在那邊運動 所以他怕他一起來的時候 都會穿幫 所以我在拍的時候 我也是盡量就停起來 我這樣的話就幫他遮住了 遮住他的點就對了 對 這是他重要的部位 對 那你要對鏡頭很敏感 才想說ARC到一半的時候 你就要停起來 所以我就說 其實拍床戲 其實演員來講的話 是非常累的 因為你不但要注意那個動作 你要感覺到不是那麼不自然 然後你還要用魚腳這邊去看 看機器到哪個位置了 你不能夠去Double到演員 對 你要 總覺得好像拍演戲被你講得 好像像耳聽四面眼觀八方的感覺 還有眼睛余光去瞄那個鏡頭 走到哪個腦部位置 對 而且那個女演員 她的心理負擔會很大 怕穿幫 然後各方面 所以就會要拍很多很多很多 那你有印象說 你那時候跟劉若瑩拍那場床戲 拍了多久 我們大概拍了一個下午吧 一整個下午就那一場床戲 對 然後她也希望她那個情緒非常穩定 是 拍出來之後感覺到不會那麼的 那你拍完之後有落枕跟腰閃到嗎 因為你聽起來好像是說 要一直挺住去Hold住 以免她會穿幫 那時候還好 那時候還年輕 所以就沒有這方面的問題 腰力比較好對不對 那個時候 然後後來聽說在 我們的製作人也說 五湖四海這部戲 真精采了 女主角是誰 葉子妹 瑋哥 你那什麼臉 不是 她有點黑社會 硬妖跟葉子妹對不對 那個劇情內容是什麼 就是 就是她很喜歡她 然後他們就發生了一個關係 她很喜歡她 就是你很喜歡她 喜歡誰 沒有 那個葉子妹很喜歡 我演的那個小董這個角色 對 然後她就跟她在一塊 因為葉子妹大家都知道 她胸前滿雄偉的 所以跟她拍 跟劉若茵拍應該是 截然不同的感覺吧 就跟劉若茵應該抱得比較緊 跟葉子妹應該抱得不緊 沒有辦法 因為 沒那麼複雜 她那麼複雜 葉子妹應該是比較 沒那麼緊張 因為她應該是說 她過去也演過很多戲的 她比較有經驗 所以她就比較容易放鬆 但是劉若茵那個時候 她就非常的緊張 新人又是第一次拍戲 因為我們今天為什麼會 問一下鎖哥說拍親密 是因為難免你們戲接得多 然後跟女主角可能會有 或是女配角可能會有一些 譬如說床戲 吻戲之類 你有拍過很多吻戲嗎 有啊 我甚至拍過跟男人在一起的吻戲 鎖子 對 鎖子嘛 拍童志的吻戲 童志的吻戲 對 那跟女藝人吻戲的話 有沒有印象當中 誰就是很會吻的 不好說 她不是演員 我不是演員 對 有沒有印象當中 你覺得說 她的接吻技巧很厲害的 沒有把那個注意力 放在這上面 吻戲應該就不叫 沒有 宜佩 你沒有拍過這種東西對不對 其實你拍 我螢幕初吻沒有被奪走過 其實我們當觀眾 或是我們在旁邊看戲的時候 你都覺得好爽 可以暴流這些裸體什麼 其實你演起來說 你完全沒有任何感覺 我跟她哈哈是什麼意思 不是 因為很多人在旁邊 你不會有任何情緣 但是如果你投入那個角色的話 你還是會對她有那種情愫 你才會親得下去 才可以親得自然 跟親得到位 跟親得生物 純粹是用方法在演她 對 這是技巧的問題 對 純粹是方法 這個不是真正的投入 你真的投入下去的話 那會出事 會出事對不對 你演完以後 你不記得說 她胸部長怎麼樣 皮膚的觸感怎麼樣 我相信你一定記得 我真的記得 那你有拍過吻戲嗎 當然有 我也是演朱妍平的電影 演一些小混混 然後跟一些酒女這個那個的 第二次跟那個誰 那個女的叫什麼我都忘了 你吻過的人都忘了 就是那時候演流氓 隨便的那種喝醉那種 了解 了解 然後鎖哥 其實他剛剛也有提到了 對你來講 就是角色最大的挑戰 其實是孽子對不對 對 那部戲 演童志 怎麼是揣摩 很難聽起來 對 一開始的時候 在這方面是很掙扎的 後來我就想說 就要把他去當男的或女的 把他當自己 你想要愛的一個人 是 去演就對了 不是 我覺得但是同志之間的愛 跟他們那種 譬如說 肢體當 肢體的表現方式 其實不太一樣 對 這是他很細膩的 對 那你有找一些同志朋友 陪你一起聊聊 或是常跟他們相親 有 我會跟他們 我們也有認識像這方面的朋友 然後也去收集一些 相關的電影來看 像什麼蘭嶼那些 後來我看完蘭嶼以後 就打電話給曹瑞元導演講 我說我怕我可能做不到這樣子 對 其實後來 太極致了那種 對 曹瑞元他也不是 他說我重點不是在那邊 但是只要有畫面帶出來這樣 曹瑞元導演導的戲都很厲害的 我覺得都很人性 對不對 都非常人性 所以你那時候同志演的 你演完之後有覺得過癮嗎 演技有所 就是有不一樣的突破 有 我很開心 至少我在裡面不像班長 有跳脫班長的角色 對 其實我也是想去這樣子 然後可以把有一些別的 新的角色可以去接觸下來 對 因為其實駝哥 這麼多年以來 就是演過很多很多不同的 類型的戲 當然有做過很多角色 不同的變換 跟揣摩不同的心境 但是其中有一個 是我覺得剛跟維銘哥跟駝哥聊 其實兩位都很害怕 就是爆破場景的戲 對 爆破是所有演員都害怕 因為我也沒有看 我只有看過那個爆破場景 我們在當觀眾 我們都覺得好過癮 好真實 但你們在裡面 真的是膽戰心驚 是 非常非常小心 尤其是我們在拍的是 像那個水泥彈的話就不怕 那是白天用的 如果說夜晚的 你看到有火光的那個汽油彈 那就是非常非常危險的 你要很小心 因為其實我們那個時候 在拍的時候 我記得我在拍那個 拍 抑鬱的時候 那個誰 寶哥 布寶明 對 寶哥 他進來了 我在裡面在等下一場戲 然後他就進來 一進來我就說 寶哥你身上 怎麼那麼重的汽油味 我說你是車子沒有油 去偷家汽油 他說不是 剛剛一個爆破爆起來 炸了以後那個火沒有著 但汽油全灑了他身上 那很危險 如果有一個火苗他整個就會 他是全身都是汽油 真的是這樣 後來我們到了晚上的時候 拍戲的時候 就有一個舞行也是 那時候因為快要天亮了 大家要比較精神不集中 但我跟他講 我說等一下跑的時候 一定要跟緊我跑 對 那我們就開始 一開始action的時候 我們就跑 跑了以後 我記得我在跑的時候看到 余光看到一個那個汽油彈 炸一個飛起來 但他沒有整個爆開 所以他等於算是一團火球 這樣 我這樣跑的時候 就看著他這樣跑 落到我後面 天啊 然後我們下來以後繼續拍 然後喊咖 喊咖以後 我聽到後面很 有人那個慘叫的聲音 大聲很大聲這樣 不是那個人被燒到 叫的聲音是不一樣的 很恐怖的 所以他沒有在 他不是在演 他是真的被燒到 他是真的被燒到 然後大家趕快去把它滅火 滅完火了以後 然後就用大量的水 沖他的褲子 再把它剪開 他那個大腿的那個皮都燒翻起來 馬上就送醫院 太可怕了 光想就覺得很可怕 你們那時候在拍爆破 因為我知道 其實有聽過其他演員講是 他埋那個炸藥是有一個路線 所以你們是必須要去 對好你們各自要跑路線 因為通常是爆破 然後就大家鳥受散 不行 不行啊 不行 你一定要照位置跑 你要跑錯的地方 果然是很資錢對不對 你看起來 畫面上看起來 大家是因為爆炸 然後四處逃散 其實我們所有的演員的位置 都是帶你走過一遍 比如說我們現在拍爆破 要從這邊跑到那邊 機器在哪裡 然後會有特效的人員 會帶你走一下這個路線 你等一下走到這邊 記住這邊有個爆點 那邊有個爆點 然後爆點上面 可能都會貼一個膠帶 黑黑的這樣 這裡爆點 那個爆點 好 然後我們就退到 退到你該拍的地方 Standby 等機器 你退完以後才發現 爆點在哪 因為一整片路 它那個小小的爆點 你退到原點的時候 你根本看不到 所以你只能大概 憑自己的位置說 攝影機大概在這裡 他剛剛叫我的路線 是大概這樣 大概這樣 可是意外是一定會有 對 爆點在哪 這個就是片場當中 很難預料的事 因為你看完之後 像我這種錄癡 你跟我講了三百遍 我還是不知道爆點在哪 我就是很不適合拍那種爆破戲 所以廣告之後我們來聊聊 到底有沒有演員 因為一個謊神 一個謊分 然後不知道爆點在哪 就出意外 廣告之後我們馬上來聊 好的 回到我們就緒樂Live直播現場 為大家插播一則 我們應該算是昨天生意發生的 這個藝人朋友的消息 就是崇崇 崇哥 崇哥他昨天好像收工的時候 出了一些意外 然後好像車子發生了一些 車禍的情況 那我們現在用LINE連線 給崇哥來跟崇哥聊聊 崇哥在線上了嗎 哈囉 宜佩 哈囉 在我們現場還有崇崇華 崇哥 還有崇維銘 維銘哥也在現場 崇維銘哥 崇崇你沒事啊 我以為是你人有事 車沒事呢 你很壞 崇哥跟我們聊聊 因為昨天有看到你在FBPO 好像蠻生氣 到底是收工的時候 發生了一些什麼狀況 是昨天弄完週益大熱門 對 然後已經快四分了 我就離開吧 那我經紀人一天回去 然後我去拿東西 然後要去開箱 那我助理載著我 結果想不到我經紀人 他自己的車先走的時候 下高速公路在新泰路那邊 紅綠燈後面的車就A上來了 然後因為兩個人 就是他走上來 後面那個車主走上來 就說要講話的時候 我經紀人就 他是一個女生嘛 然後就輪到他身上有酒氣 還蠻明顯的 他就會說你是不是有喝酒 那個人就不講話 他講說那我要先報警 他的手機拿起來 那個人就轉身就回去 車子就開走了 蛤 對啊 然後就沒有任何負責任 也沒有任何談 那因為我的那個經紀人女生 因為無預警 撞一下這個脖子這邊就拉一下 然後後面有一點歪 然後他就跑了 那他也不可能追 打電話請警察 那因為我是五點 我四點收工 但是五點要拍戲 是 所以我大概半個小時的休息時間 我們就過去陪同他們一起處理 就是跟警察打打招呼 了解一下狀況 然後 對啦 然後後來就是說 這個因為離開現場了 反正就是說 這個要事後看怎麼樣 那警察也是很科技的 幫我們在說連續後續的動作 對 後續的事情 欸 崇哥那我想問一下 車上有那個行車記錄器嗎 因為如果行車記錄器的話 也會拍到他 我公司人的車子上沒有 哦 瞭解 而且他剛好在後面 其實有的話 對 除非有後面的可以拍 好 但是 至少你人沒事啦 因為你們不在車上嘛 然後經紀人的話現在 我在另外一台車 對 對 那我經紀人就受驚了這樣 他受到驚嚇 受到驚嚇啦 那頸椎可能現在應該 基本上應該沒什麼事吧 沒什麼大礙 還好還好還好 OK 對啊 我覺得就是 就是還好不要有什麼造成什麼大錯啦 但只是說 我覺得酒駕照逃這個事情是很不好的 因為其實 其實在沒有什麼大問題 其實都可以談 那結果他可能要迴避 那個處罰吧 那現在就是 最新消息是說好像警察 有聯絡上這個人 車主好像願意投案 哦 瞭解 還沒到警察 因為我現在還在工作當中 然後反正會去警察局協同處理這個事情 就是說好像警察都要找到這個人 那這個人可能是過來投案的吧 要和解吧 好 沒關係啦 因為現在 感謝各位啦 因為媒體都在報導 網路那個臉書一發 大家都在講 是啊 很多人都關心啊 因為怕說是不是有受傷或是什麼 那人沒事平安就好 那希望這個 這個造勢的 造勢的這位駕駛呢 真的要呼籲大家啦 就是如果喝酒之後就找代駕嘛 不要開車啦 齁 從哥沒事平安平安 對付出更大的代價 對…平安平安 謝謝從哥 告白告白 大家酒後不開車 開車不喝酒 好… 好 我們好像變警政署的那個 沒有 一再要呼籲大家啦 因為真的是酒後真的不要開車 然後又造勢逃逸 真的很不應該這樣子 好 那剛剛跟從哥連完線回來之後 再繼續跟鎕哥聊一聊 因為我們知道說 鎕哥其實工作滿忙的 然後拍戲啊 一檔一檔戲都接不完 而且聽說你之前 在今年的金鐘獎 有跟女兒一起走星光大道 對… 她今天跟我一起拍了一部 公共電視的 夾蓋春光 夾蓋春光 你們在裡面 你們戲裡戲外都是演一隊婦女嗎 對 有沒有什麼 跟女兒一起拍戲有趣的事情 就看到我小時候的樣子 因為她跟我很像 對… 她也是在跟我差不多年齡的時候 就開始接觸了 所以就是以前我們在錄影的時候 我經常會帶她到棚裡去看 所以她也滿習慣這個工作 那她是不是從小就看你這樣演戲 然後她自己對演藝圈 應該也滿有想法是不是 對 她也滿喜歡的 而且我也不去反對她 因為我沒有立場去反對她 因為我自己本身都在從事這個工作 我就希望就是說 她將來能夠進到一些正規的一些 大學或是哪裡去 專門去學這些比較專業的科目 而且你女兒是試不做 剛剛我有看到報導是說 你女兒像小大人一樣 會管你管中管西的 好像女生都會這樣子 都會這樣 會管爸爸是不是 感情太好 但你女兒管你 有像我管我爸一樣 就不要抽菸之類的 當然有 會 叫她不要喝酒 叫她少抽菸 對 都會 她也鐵暗柔情 送她女兒上幼稚園 女兒都進去上課了 她還在門口哭 你會 沒有啦 哪裡不承認 我是在門口等她等很久 對 所以等到哭是不是 沒有哭 她都不出來 還是你看到她跟別的男生 手牽手你就會哭了 沒有 他太小 幼稚園我只是比較擔心 然後待的時間比較久一點在外面 你現在大女兒快了 你知道當爸爸都要有一個預感 你就知道你現在女兒 也是國二了 國一 很快的 你下次又看到她 從校門口走出來 就牽著別的男生的手 不可能 那男生就被打趴了 不會啦 還好你真的是兒子 對不對 怎麼會覺得我是兒子 對 所以兩個女兒都很貼心 很貼心 很可愛 聽說鎖哥平常也會下廚 對啊 像我就現在在家裡的話 如果不開工的話 就是那種家庭主婦 對 然後白天的話 沒事的話就送女兒去上課 中午的話就跟一些婆婆媽媽 大家都站在一起門口 我要送送便當 你會去送便當 送便當 你很難想像嗎 不是 你送便當 一定是屍奶殺手 不會 我很低調 我都是站在 你再怎麼低調 你這張臉 你就是刷臉 他平常穿衣服超低調 很低調 這樣還不夠低調 沒有 他平常穿衣服 猛一看你不會以為他是妥中化 你會以為哪個建築工人經過 真的 你說穿吊搭嗎 他平常很低調 真的 你會戴帽子 橋中或進去 然後我就會站在校園 比較旁邊一點 等他 等到他要出來以後 我再拿回去給他 那你都做什麼菜呢 因為很多 有時候是家裡自己弄一弄 有時候的話會跑到外面去 可能買一個雞肉飯 然後自己在家裡 加點花椰菜 水煮的清淡一點 這樣配 就每天都要改變就對了 我覺得當火房好累 當火房好累 你也知道當火房好累 你女兒會碎碎唸嗎 就是碎碎唸說 爸 我今天不想吃 真的想吃那個是不是 不會 她還好 還好對不對 好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有更多故事 我們最後一趴再來聊聊 其實無論是在各行各業 每個人在人生的經歷過程當中 都有一些特別感念的人 對於鎖哥來說 有一位大哥你很感念他 是 柯俊雄 柯大哥 對 我覺得他 整個演藝人生裡面來講的話 他所飾演的一些角色 都是可以看到 亦震亦邪的 比如說再見阿郎 或者是張志忠將軍 英烈千秋這些 我覺得他在表演上面 插韻性很大 所以我看到的時候 那時候我就覺得 應該身為一個演員的話 應該盡量就是角色無大小 正派 反派 主角 配角 你要都能夠去演 對 柯俊雄大哥當年有指導你很多嗎 他會在旁邊看 他覺得你真的是有在用心的話 他大概就不會講什麼話 如果說你在現場 好像心不在焉什麼的話 他就會 他會嗎 如果現場有演員 有一點心不在焉 或是沒有在那個位置上的話 有一次我們拍一個片子 叫火燒島 剛好一個女孩子來 女孩子叫他來演 讓他一演要哭得細 因為他跟我來說就是說 我奶奶過世了 其實那是一個很 來看監的那種 對 可是那個女生 大家因為沒什麼經驗 誰要來到現場 現場以後他就一直這樣 演一演就會嘻嘻嘻 嘻嘻嘻這樣笑 我奶奶過世還嘻嘻嘻 對 然後他就一直在那邊 嘻嘻嘻的這樣笑 後來我看到扣長在旁邊很火 上去就給他一個耳光 啪 上去 一打馬上就開始哭 然後豬導演那時候一看到就說 好 來 我們現在馬上拍 就馬上拍 那場戲就是這樣子完成了 對 所以現在演員應該打不得吧 現在如果真的哭不出來 我有曾經有聽過某一些演員 就是全劇組就等他 就等他要拍那個哭戲 對 所以在他們那個年代來講的話 導演或者是主要一些演員 他們都是相當有權威性的 因為你在那邊的話 嘻嘻哈哈的這樣弄大家很尷尬 然後那個戲也拍了很長的時間 對 然後他就一直哭不出來 哭不出來 然後又在那邊吸鼻笑臉 就扣成上去就一個耳光 一打 效果馬上出來 對 你知道在劇場 那個導演是最大 導演說什麼大家都要聽 而且導演是靈魂的角色 所以維銘哥自己也是這樣子 一路拍戲 然後現在兒子也在學導演 剛畢業 他在UBC學的導演 他就是對幕後有興趣 對幕後有興趣 所以他以後有特別喜歡 拍什麼樣的電影嗎 沒有 但是我看他學校 席座的一些劇本 他寫的東西都是科幻的比較多 蛤 科幻 那就要黃好勞誘發展 我是希望他到好來 像我看過他第一個席座的課本就是 他不知道怎麼講 把整個大宇宙聯合成一個黑社會 宇宙的黑社會去寫一個故事 我覺得還滿有意思 就滿有創意 就是有那種第五空間 不知道第幾度空間那種感覺 對 可能因為我們是演員的關係 就好孩子從小是鵝辱目染 你可能喜歡目前 可能喜歡幕後 不一樣 我兒子是從小 我也跟陀哥一樣 也會帶去工作場合 我兒子永遠都是躲在導演後面 安安靜靜的看導演在幹嘛 後來長大 自己念大學之後 爸爸我選了導演 他在學導演 我沒有看過你兒子 也比較少看到你兒子的相關報導 你兒子的那個個性是比較 跟你一樣那種很健談嗎 還是就比較閉嘴 他比較像老外 就是你很能聊他就跟你聊 你是比較嚴肅的他就不大講話 對 所以他是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 真的 很適合導演 好 今天跟鵝哥聊那麼多 鵝哥你也皇上都演過了 還有沒有接下來什麼角色想挑戰 沒去設定 沒去設定 對 因為他剛剛說了 戲份不管你